接下來就是我整趟澎湖行程裡面 最期待的一個部分 夜吊小館 那其實夜吊小館就是整個澎湖行程裡面 很熱門很好玩的一個活動 很多人來到澎湖就一定會參加這個行程 所以我等一下就會跟大家一起去吊小館 感覺就很好玩 不過如果你想要吊到小館 那真的就是看自己的運氣了 所以我去暖身一下 上船後船員都會教怎麼使用吊桿 練習怎麼收線和放線之後 就能來大顯身手了 希望等一下能吊到幾隻小館 給工作人員當宵夜 剛剛他們已經教我怎麼吊小館了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要先把這個線放出去 就是讓它變鬆 慢慢一直往下往下 到整條線都鬆了的時候 再把這個扳起來 讓線固定著 然後往回捲個大概四五圈之後 就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上下拉桿 然後再來呢 就等小館上吊 可是呢 你就會覺得 好像真的是沒什麼技巧 你知道嗎 這根本就是 把吊桿丟出去的基本動作 所以吊小館的最重要 就是你的運氣還有耐心 我們現在花兩個小時慢慢吊 看有幾隻會上鉤 你知道嗎 我已經花了大概半個小時 一直在那邊晃晃晃 但是都沒有任何的小館上溝 是我運氣太差嗎 還是怎麼樣了耶 不過我覺得船長應該知道 有什麼小PayPal可以幫我 不然我問一下船長好了 等我一下 船長 船長 可以來 教教我們 就您吊 好啊好啊 有沒有什麼小PayPal 沒有沒有沒有什麼PayPal 就是線放到底嘛 我們說五轉一轉 兩轉 三轉 四轉 五轉 這樣子 我們吊桿 好好移動一下 幾分鐘移動一下 親切的就好 有刮到小館的時候 我們吊桿集上面的時候 它就這樣線就這樣 往這樣子給你拉 這樣高 我們就往前 剪線器往前縮線 好 其實我真的一直以為 小館比魚還本 對 但我這樣好像說 這個小館好像有點聰明 有點難吊 怎麼辦呢 吊小館這種東西是 要看小館的心情 不是看我的心情 就是小館他今天可能 比較不餓吧 我想 我覺得我技術很好 只是他們自己不想來吃 對 我也要很誠實的說 這次不是我吊到 但是這是我們 我們的工作人員吊到了 給他掌聲鼓勵鼓勵 然後他就噴我一聲汁 有沒有看到 就算像我一樣運氣不好 吊不到也沒關係 船上很貼心的準備了 現切的小館 和新鮮現煮的小館麵線 給大家吃 所以就算沒吊到 也是可以吃到美味的小館 這一碗小館麵線 真的是非常好吃 它就整個是很鮮 因為它的小館就是現煮的 然後所以它的鮮味 全部都融在這個湯裡面 吃一下這個小館 還要吃嗎 不 還要不要吃 一個 很脆很有嚼勁 但是完全沒有腥味 果然就是新鮮 就不是冷凍過的 在這裏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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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了 好嗎